感恩师父 多少年过去了 我还在回忆当初 人潮汹涌中 我挥动双手 看着他从我面前走过 双手永远向着茫茫人的海 只为握住你我的手 那一刻我明白了 所谓伟大不是将名利紧握在手 而是将福泽施于大众 不惧前路险阻 只为抓住你我的未命 多少年过去了 我还在回忆当初 人潮汹涌中 闻泪流满面 看着他坐在莲花海中 慈眉善目地为众生说法 只为众生破迷开 那一刻我明白了 所谓伟大不是掩饰人生的真相 而是只为众生破迷开 而是指出静盘的方向 通过世间丑恶 持归众生 灵魂得顿 看着他流下了多少眼泪 背着众生深重的业障 他滴下了多少汗水 他喊破了喉咙 说哑了嗓子 他实践相受一代尽快 用一生速解脱之道 对众生脱离苦海 不攀四圣 他竟一世以身体力行 向世人全是真正的伟大 他似佛陀 承载着济世之苦的大悲愿 超越时差的阻隔 打破距离的约束 不惜他遍全球 只为让佛法的光芒 普照众生心体 他似观音 怀抱着有求必应的大悲心 无论身在何处 无论人多人少 仍旧伟人不倦 只为众生幡然行为 找到回家的路 所谓伟大 不是追求名闻力 而是为众生长变苦 所谓伟大 不是拥有多宽大的肩膀 而是任用双肩扛下众生意 所谓伟大 不是将慈悲情向植入众生心间 而是将众生之谷牢记菩萨心体 所谓伟大 不是穷尽一生 只求幸福安乐 而是将生命的力量赐于众生 如今 他的色身 虽已不在人间 法身 却成为众生心体 他 仍在遥远的境内 服侍着世间一切众生 他 对我们深切爱 留在你一级级法音里 留在你一片片开示中 他 从未远离众生 他 永远心怀众生 只问伟大 可以用片颜碎与形容 只有它 也只有它 足以承担伟大的分量 不想问 何谓伟大 我会回答伟大定义 就是我最敬爱的师父 独居宏怀 台长 说一句心里话 台长 爱护你们 爱你们 我永远不会放弃你们 但是 有一位 菩萨 更爱你们 那就是 观世音菩萨 感恩观世音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